不是,你在什麼這邊? 好,三分鐘 對不起,天委,你要 好,OK 委員,各位老師,各位前輩,大家好 我是高醫學系的劉林偉 我這邊先給大家看一份資料 這是代辦公司的廣告 他告訴大家,臨時代辦告訴大家說 目前本草案提議上在衛生署法規會沿泥中 在法令不溯及既往之信賴保護原則下 建議有益就讀者應及早規劃避免涅長夢多 這樣子宣傳,這樣對嗎? 請大家思考一下 另外有關見習、實習方面問題 我們查了波茲南大學的 就是這次臺山人數最多的官方網頁 他們指出,如果你想在波蘭行業的話 必須在當地實習超過18個月 並通過波蘭的國家考試才能在當地職業 如果這樣子畢業學生在波蘭當地都不能職業的話 為什麼我們臺灣要無條件的接收你呢? 那另外說 如果你要在歐盟其他國家職業 該國有權要求實施額外的檢定需求 這都在波茲南大學的網頁上面 波茲南大學在波蘭排名全國第二 那其他的那些學校 那我就不再提了 他們甚至連見實習都安排暑假 然後你自己去找醫院 然後自己安排自己的進實習 這樣的水準 臺灣的醫學生不能苟同 那另外有臺生家長說 我們怕競爭 我想真正怕競爭的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 如果說我們花錢就可以躲過大學等考這關的競爭 那回頭再指責臺灣醫學生怕競爭 我想這樣的說理非常的不合理 那最後有關信賴保護原則這方面 我想再引述一次醫師誓詞 我今年是大四一學生 今年八月我就要進醫院開始見習了 在我的桌墊底下 我放了一張醫師誓詞 他告訴我說 病人的生命安全 病人的健康 因為我的手藥顧念 我將鄭重守護生命自從受胎時期 看了這個醫師誓詞 我每次都看到非常想掉眼淚 還在老師們 老師們 你們告訴我們 我們病人健康應該放在我們手藥顧念 臺下醫界前輩們 你們也是這麼說的 那如果說 你們今天可以把信賴保護原則 這個東西放在病人的健康之上 這樣子叫我們臺灣學生 我們平常聆聽你們教會 我們要怎麼苟同呢 所以我想請委員們 所有的聖會賢達們還有老師們 請你們在這邊 我們臺灣醫學生在這裡虛心受教了 請你們幫我們上一堂真正的醫學人文 醫學正義的課 謝謝 謝謝 沒錯 謝謝 我們最 Rhodes 謝謝 謝謝 Unfne 謝謝 你們